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这个星期一太过太过刺激了 早上很多人醒来打开手机 因为很多人天天都是老虎银行 没有老虎银行的日子很难过 我打开老虎银行 看看户口 上去寄购物 靠清零 然后老虎银行 所有的都不能做 我去Tash & Go去看 他写老虎银行 老虎银行那边offline 我认真第一次看见老虎银行offline 后来赶快去查一下户口清零 还好老虎银行官方全部自己做坏了 自己坏掉 自己Lost up 但Mate Bank不Lost up 所以没有事情 刚才你们通奥钱啊 你们什么啊 全部变不见去啊 你们库口变Cosong啊 没有事情 没有事情 他全部不会Recover 心战都要吓到停了 然后呢 股票呢 又跌 今天跌12点咯 然后呢 这个马币呢 不能够看了 跌到3.62 3.6Y 不能够看了 那个新币呢 串历史新高了 那马币对于新加坡前呢 串历史新高了 然后呢 哎呀 这个坏事还不止是这样子啊 啊 那个我们KL呢 那个下午突然间下一场大雨 真的是很大的雨啊 真的很大啊 我们知道完蛋了 等下就完蛋了 那么这一次我真的亲眼看见 所以我家附近啊 整条街啊 经常把那个路封了 为什么呢 变世界末日啊 那整条街变世界末日啊 可能你们之前看过水家 你们知道了 整条街变世界末日啊 所有的车啊 在那边啊 搬到哪里去啊 吓死人啊 根本就是世界末日地震啊 什么上红海啸爆发这样子啊 哦 这是我倒是亲眼看见了 因为那个马路很奇怪的 那边呢 世界末日 这一边呢 没有世界末日 可特还可以走 所以真的是 航后各地啦 SKL各地呢 都在沿水啊 哇 你看 真的是很长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等下我要告诉你们啊 因为这件事情呢 我看心脏承受不了 看很多人心脏承受不了啊 虽然它不见得是坏事 但我们留在最后最后讲 那大家听完这一期的 韭菜人生 我们讲的主题之后呢 最后最后 记得啊 心脏要准备一下啊 强筋计准备啊 看你接受不接受到这个东西啊 所以今天已经是一个 够坏够坏的日子了啊 好 那么 今天呢 还好啦 发生了这样多事情之后呢 最终最终给了大家一个好消息 很好的消息 来 我们看新闻吧 南北大道不割韭菜了咯 这次啊 如果Raya呢 南北大道正常割韭菜的话呢 7000多万 他说最少这个7000多万 在南北大道呢 他这次呢 不打算割韭菜 当然是政府教啦 这次Raya呢 鼓励大家回乡 鼓励大家回乡 鼓励大家回乡啊 就是真正的日子呢 就是5月1号 跟5月8号呢 这个Food Day呢 是不用给钱的 南北大道是很贵的啊 我跟你讲啊 因为我们KL去冰城呢 去的时候要49块啊 走第二桥啊 49块啊 回来不用给那个桥的钱嘛 40多块啊 去到JB呢 差不多也是40块嘛 很贵一下啦 去关单啊 20多块嘛 很贵的啊 所以 你来回你就知道了 整百块就没有了 这个南北大道呢 这一次呢 所以 除了南北大道呢 纯博上十条大道呢 它会纯天后 要免费或者是打Discount Discount或者是免费啊 所以这个对大家来讲呢 真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好消息啊 所以记得要 要4月30号的凌晨过后呢 你才进去Plus Highway 你进去 那时候你去Pack的那个卡呢 那时候5月1号呢 是免费的 所以你要在Kampong 要回乡呢 一定一定要在5月8号的时候上路啊 哇 这次突然间这么好心啊 叫那个大道公司呢 不要收钱哦 据说啦 那资料那边讲说 7千7百万 他没有收过啊 原来 原来晚年啊 一巴雷甘邦啊 一哈利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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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CNY CNY都巴雷甘邦啊 哎呦 原来 它割一下就是7千多万啊 人民的钱 都是人民的钱啊 因为很多人叫我讲这个大道的东西嘛 因为大道 最近平安五十秒新闻啊 难得难得就是有了 这个 这个我要再次跟大家解释清楚 这个大道叫什么啊 这个南北大道 出力啊 出力 那么这个大道呢 就是大马的 就是 哎呦 其实不可以用汤污啊 我跟你讲 一点都没有汤污啊 Lang som data collation Lang som data collation 肯定没有 collation 全部合法 All legal All legal 什么合法 全部合法 全部合法的 啊 因为那个是未来人啊 那个人 发明这个东西的人呢 他应该是从未来世界来的 那目前啊 目前啊 目前全世界整立地球的那个law呢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讲这个行为是贪污 所以它叫做 Novel Novel collation OK 绝对是一种新型贪污 贪污到超级合法的 没有办法的 啊 而且呢 其实我最生气的就是呢 因为韭菜是割在人民的身上 知道吗 啊 所以讲起这个 这种收费大道啊 收费大道很简单的讲一句 私人 私人马路嘛 啊 国家不用借马路给你了咯 所以 国家走short cut 嘛 他走short cut 所以你看现在你养大马的 很发达 很发展啊 啊 那个pass highway一下 那个南北贯通啊 这个9个小时走完整个西马 啊 什么什么很好啊 好办办啊 其实一点国家都没有功劳啊 是那个plus公司建的私人马路啊 那么在KL呢 现在四通八达 KL这么多highway呢 啊 大省市这些这么多highway呢 大家四通八达 不用塞车呢 这些国家没有功劳啊 全部私人公司建的马路啊 所以你进去私人公司建的马路啊 所以你进去私人公司建的马路 你当然要给钱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啊 这个无话可讲啊 你怎样打官司打不赢呢 哎呀你不要给钱 你不要来我的马路走啦 啊 这个不是国家的facility 啊 这个不是国家的facility 很清楚知道吗 啊 这些highway呢 都是什么 私人公司 私人马路 就好像你自己注册一间公司呢 啊 然后你要跟政府讲 你要跟他们讲 啊 跟那个未来人讲 啊 我要建一条highway 从这里通到那里 从通到那里 他讲可以咯 你建咯啊 啊 然后呢 这个未来人呢 他就来叫你 啊 不可以贪污啦 啊 不可以贪污啊 啊 你不用给我一分钱 一分钱都不用给的 啊 然后你也千万啊 啊 啊 人家就明白吗 哦 这样子你要多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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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跟你讲一个 分金并啊 你讲 我做你的股东啊 我那里可以做你股东 我做你股东 不是完蛋 啊 我的外甥 Simon nephew 哎呀 外甥有时候还不可以 我外甥的儿子 做你的股东 不是我啊 我那里可以做你 做你股东 做你股东 你还要查到是我的名字 我完蛋了 啊 可以啦 我的外甥的 啊 外甥的 儿子 这样子啦 啊 到时候你们查的时候 哎 我外甥儿子自己做生意啊 外甥儿子有本事啊 他成为股东 怎样啊 啊 又不是我啊 我外甥的儿子罢了啊 啊 所以呢 用这个方法呢 啊 其实这些所有大道公司的 最终的股东呢 都是他的孙啊 他的什么外甥啊 什么什么 全部啦 老婆的外甥啊 老婆的孙啊 啊 不然第二老婆的那个什么啦 全部都是这样子啦 这个就叫做 Novel Novel collection OK 啊 这个 这个 非常进步的是 绝对是那个未来人 未来人现在九十多岁了 还没死啊 那个绝对是未来人呢 来到现在呢 发明这个东西的 带给地球一种未来科技 未来汤汙 未来的想法 所以大马的收费大道呢 在全世界 大马还没有搞这种东西 全世界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都知道嘛 所以 所以那个九十多岁 那个是未来人来的 现在全世界学会的 哦 原来你们可以走这个方式 可以 shortcut啊 啊 采水会用这个 这个 过透的方式 所以 我还是回到那去 我最生气最生气 就是韭菜最后 割回人民的生产 啊 就是人民要去 配那个钱呢 去给那个大道 啊 国家没有借马路给我们 啊 那个 我们只能够走 私人的马路 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真正 very frustrated 真正 very disappointed 的这个地方 啊 所以大家搞清楚 这个大道的东西 所以我这是解释得很清楚的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 韭菜人分啊 所以这一次开开街呢 难得呢 他不割韭菜 所以之前反对党 那边讲说我要废除大道啦 我要怎样 搞顶那个大道不可以啦 人家私人公司啊 好像人家建了一间公产 你现在 现在你在我执政 我关掉那间公产啊 你有本事你关啊 赔啊 啊 你成功关了他那间公产啊 你马来西亚完蛋了 没有人敢来 马来西亚做生意了 吓死人啊 啊 比共产党还恐怖啊 共产党都不敢关人家公产啊 你马来西亚敢关人家公产啊 啊 共产党都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啊 啊 恐怖过共产党谁敢来啊 是不是 啊 所以不可以吗 所以没有办法咯 所以大马的未来 大马的命运呢 已经早就 给人家卖掉了 国家已经早就可能卖了 早就不卖给那个未来了 总之呢 这个钱呢 啊 你活在大马呢 你就得被割韭菜 你就得付那个大道的那个偷 所以这是好心啦 这是好心啦 开家街的时候他不用 叫你给偷钱啦 啊 所以呢很多人讲说要反对大道呢 都不懂得怎么讲 所以这次我解释得很清楚 给大家听啊 那么我们来继续看一点新闻 哎呀 幸亏没有人跳楼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老虎银行啊 不要再搞这个东西了 因为这个老虎银行呢 跟我们息息相关 不知道吗 啊 这个老虎银行呢 你放假呢 你放假半天呢 那那那那那那 我们也放假半天 我们整不用做了 啊 所有商家也不用做了 因为全部老虎银行的东西 你通通都不能够用 哇 这个哈利拉雅前几天生意最好的时候啊 老虎银行你拜托不要出这种差错啊 啊 然后就 刚才我讲到 吓死人哦 你打开你的账户看 高松清零啊 啊 大马不走清零政策 你的银行户口清零啊 吓死人啊 就是 不要再搞这个东西了 这个老虎银行啊 就是大家做生意要赚钱啊 那个老虎银行也不能跑啊 哎呦 那个 真的是提早过哈利拉雅了 没有得做了啊 那么对新币呢 我们看到报纸讲的 最现在改写歷史新币记录 所以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呢 哎 哎 真的是 开心开心啊 这个马币继续跌啊 这个马币呢 也没有办法啦 那个 他一直讲说是美国 特别人割韭菜美国放大招 是 美国割韭菜美国放大招 是自己用一个东西 但是你马币对新币为什么跌 新币也是给美国割韭菜割到嘛 新币也在跌 新币对USDollar也是跌 但是你马币对USDollar 对新加坡Dollar为什么跌 你解释不到这个东西啊 啊 啊 所以不要那个 然后跟你讲那个KL啊 哎呦 刚才下雨 你看 你自己看啊 啊 自己看啊 很多很多地方 我不知道多少个地方 这样子的啊 好啦好啦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准备好 大家的那个 那个心战啊 准备好你们的那个 心战啊 跟你讲啊 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呢 我不知道你承受 不承受得了啊 好我们来看吧 今天下午的那个温宜人生呢 我们讲了那个 数据跌到4006 是不是 很多人到现在还无法接受 一下子跌到4006 就是那么各位 你们今天看了今天的韭菜人生呢 今最新的6点半公布了 因为很少嘛 很少到6点半就公布了 是2478 掉到2478 不知道大家呢 接受不接受到啊 不知道大家呢 可以不可以接受啊 那么 掉到2478 我为什么会讲呢 大家会心肝病 你知道吗 因为呢 那很清楚的讲一件事情 这个数据呢 原来啊 我们温宜人生看了323期啊 原来 现在事实证明一个事实呢 数据 你不可以讲假数据啊 你不可以讲他贪污吗 没有贪污 完全没有贪污 大马也没有贪污 所以大马也没有假数据 大马数据不是假的 绝对不是假的 他只是一个什么 Novel method 一个来自未来人 发明的一种的 Novel method 一种很新的方法 你们不知道不了 他们懂不了 所以呢 真的是 所以呢 这两年 你看 封城封到一个寂寞 看样子呢 这个数据 原来是这样的东西来着 哈利拉雅了自己会下的 哈利拉雅了自己会好 这样 这样每天都哈利拉雅了 哈利拉雅大家有钱赚了 每天都哈利拉雅了 哈利拉雅就掉了这么多 真的是太神奇了 太厉害了 是不是 那么今天呢 真的是一个充满着灾难的一天 这个 那么最后讲一下 提醒大家 那个plus highway 他这样子玩的话呢 会发生很不好的事情 这个 你不要看他不收 不收你那事实摘毁并城 啊 你不要开心了 我跟你讲啦 所以 提醒大家呢 你现在要回家呢 你千万千万不可以在5月1号上路 跟你讲啊 不用小便了哈 到时候那个小便的地方 你自己去看啊 你的车能够驾得进去 算你厉害 你跟我 到时你真的你的车能够驾 驾得进去那个小便的地方 你留言给我 你成功把车驾进去 啊 那个 然后还有一天就是5月8号 你不要等到5月8号才回来做工啊 千万千万不要啊 所以他意思就是跟你讲了 你跟我4月29号就走 你给我呢 其他天走 所以呢 他酒菜呢 还是割一割 虽然5月1号少个了 但是呢 人家会怕嘛 听到5月1号 非啊 非你还敢走啊 啊 啊 你几个小时不用小便啊 脚在马路上啊 吓死了吗 再穿纸料裤吗 所以大家明白了吗 大家开悟了啊 到最后呢 韭菜交样割 这个大道呢 就是割我们韭菜就对了啦 好啦 今天暂时报告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那下回见 到最后呢 下回见 到最后呢 你看到哪个字幕儿章子里的 今天我们下回见 来看看